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星期不开锅 新闻还是一个很靠热点吃饭的一个 所以我想问扎老师 比如说我有时候在美国短期住几天 他们的网络上Facebook上确实也有一些话题 可是量级那种主旋律的程度和中国的舆论场不可同时而语 所以我有时候总是相对感觉 美国怎么这么冷清 整天没什么事 我们这一天一个什么饭语素 一天一个什么的 什么书店又开了 整天出事 你在美国的这个舆论界你感觉是怎么样 他们就是一窗破 一川普能说半个月 一年就觉得开了锅了 对就简直是各种话题了 每天都都都看不过来了 而且这些不同的台 就是你有那个晚间搞笑的节目 那也就有永远有话题 各种模仿各种各种调侃 然后左右还有茶党就去互相打 那要是明星什么这种八卦呀 他会成为全民族网上全是这个吗 就不会不至于 我反正没有这个感觉 当然我也不太看那些真人秀什么的 有有 当然有一批观众是白天 就是看那些人的 你可能都觉得很无聊 但是这边也有这种自媒体 我一个人吃碗面条什么 又说这个 也有人一堆人追着看 我也不完全不懂是为什么 但除了这种 就是你说这种 就什么人都有一些人在看之外 就像这种铺天盖地 大家迅速形成一个集中点 就大家都看这个 比如这咱们刚说那范语素 我就发现 怎么这两天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朋友 你以为他们都各有爱好呢 迅速集中在一篇文章上来 这种我觉得在美国很少见 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个大一统国家 你别说你这个角度有点意思 是这样的 我对这个是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我们还是就说人民一条心 对吧 聊的都是一个话题 按说呢 人都是各不各 哪怕转向都是全民一起转 你看去年 你知道新浪微博 他那个搜索量第一名的是什么 我非常惊讶 我那天看到之后 是乔人梁子上 你忽然 就是一个男明星 哦 是是 犹豫症什么的 对 然后自杀 那是另外一个原因 自杀 但是 但是你就看到说 自从这两年 我们的这个手机移动客户端 开始往娱乐方面转之后 全民转 以前大家天天讨论政治问题 现在天天讨论娱乐话题 是 这个你看美国 比如说 你就说这个明星自杀 就这近两年 我能想到 比如那个 Robin Williams 是一个很有名的 而且是几十年的那种 就是说 老明星 应该算是老明星电影 什么 就美国式的相声 什么全 也是死得很 很惨 他可能就是这种不欲之政 然后自己拿一个绳子 就拿一个领带 还是什么 就在洗手间 就自杀了 可是他之后的那种 就是很自发的各种纪念 回顾 然后回放他生前的那些节目 然后大家去就是表示一种致敬 就是他就进入历史了 很少有这种 就再去挖这种各种角度去挖八卦 然后表现在这种时候表现我的幽默 我的这个什么 我的种种的这种 呃 人格也好 还是没有 好像不不太有这种东西 还是有一种尊重 连那个那个prince死了 他也是也是就是 是 我忘了是割药吗 不是 还是说就是 吃药吃错了 我忘了 而且呢 他们这么死了之后 中国也是这么纪念的 就是 对 他们就是中国的舆论场 也是这么纪念他们 在微博上 在微信上也是这样去纪念 Robin Williams Walker Prince 一样 但是 纪念美国明星 对 对 这些世界性的明星 非常正常 对 他得的那种病啊 非常奇怪 非常奇怪 太痛苦了 后来我说是 大脑里边有一种什么物质 出现了变化 他太太现在专门去资助 这方面的专家研究 很罕见的一种病 对吧 对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啊 就是 你说中国的这叫娱乐话题 我也不太同意 好像是以娱乐的名义啊 人民以娱乐的名义 但是呢 好像这些话题 最后啊 是像纪检委一样 是要见着结果的 甚至当事人会受到超强大的压力 你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他是这种性 你比如说深圳那个罗尔事件 你记得吗 你听说过这罗尔事件吗 就是女儿什么白血病啊 然后捐款 哗给人接出来 说你不是没有钱 到最后你是出来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把钱退了 然后呢 道歉 然后怎么怎么着 你的表态 要不然 大家好像都有点 不会放过你 你看 最近 我要说的事 这又出这么一档子 深圳四胞胎 深圳四胞胎 你可以看看这个可爱的四胞胎啊 这个这个照片啊 这个 这是出现在很多电视台的节目上的 四胞胎 最近出现在一个诗词节目上 火了 但是这一火呢 事儿就来了 原来他们还有一个姐姐 哎 这原来呢 你再往下看 原来还不止一个姐姐 你再往下看 哎 没了啊 就是不是有合影吗 啊 就是你知道这个这个事儿啊 我就发现这个这个剧情啊 我昨天看的都神经了 好家伙 哎 就说这个四个胞胎啊 这个人人人人人人人员民群众都是刑侦局的 都是说他这个姐姐叫什么娜娜啊 后来说不对 就是他妈妈自称呢 跟我原来据说原来跟我们鲁豫说过 留过一对双胞胎 那那对双胞胎到底是真留了还是假留了 也许呢 总共有三个女儿 对吧 有一个女儿 现在叫娜娜的这个女儿 可能不叫娜娜 因为他另一个女儿呢 叫蒋镇 是吧 是像蒋镇的镇 说既然有个女儿叫蒋镇 这个逻辑上讲 还应该有个女儿叫蒋镇呢 蒋镇是哪儿 我觉得太逗了 还有说说是那一对是女的 所以给留了吗 对 前一对双胞胎 那就不管怎么说 2006年这么几月份之前 这算超生吗 超生罚款了没有 怕人民群众都会算数 算出来了 都又算出来 至少得罚30多万 交了没有 这太逗了 葛子 你这新闻行的 你给报道报道 报道都谈不上 我觉得这个事 好像这两天 开始转向了一个女权视角 就是说他这个 对于儿子和女儿 他有一个歧视女儿 然后重视儿子的 这么一个倾向 然后就是 而且巴拉 说他六万多条微博了 说他六万多条微博 下面就基本上都是胡说八道 除了骂政府 骂党和国家 就是去这个 发泄各种各样的一些言乱 其实最让大家受不了的 实际上就是 他的这个对女儿的这个忽视 你看节目里面也是 怎么忽然出现一个大女儿 而且把女儿房 给那个 放在厨房里面去了 当然他后来发声明说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 为了节目效果 他们家可能不入那 还有说是上市公司高管的 但是 我觉得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话题 就是他这个对 这个重男轻女的这个问题 因为 因为实际上 我是从小就生活的 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山洞 山洞 非常 我们从小就非常严重的 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环节 赵健的还有人问我说 就是女儿都都打胎 比如说 门道也不是 比如说张老师会问我说 那我要去你们山东吃饭 我是不是不能上桌 是这个 我给你补充 我们老家山东张秋的 过去我爸就跟我讲 新中国了 你知道就是说村里 这个大队长是女的 领导是女的 是吧 但是呢 开会的时候 他的下属 老爷们全坐炕上 你这个女的大队长 你虽然党政干部 你是领导 但是你得站着 男的都得坐着 他就把山东的这个 这个男尊女卑的文化 山东比别的地方更厉害吗 因为我觉得 红梦知道吗 我全国都是这样吧 我们那我 我母亲家是湖北的 他们那个号称啊 湖北的那个地方的民俗 应该是女的很 就是很厉害 男的比较弱 可是呢 你一看我 一看我们家那个 后来去看那个家谱啊 都没有女的 就是比如我 我母亲家本来有三男 不是两男四女 应该是这样吧 结果呢 只有男的 男的下边的儿子什么 还都裂 但是女的全都是虚的 就没有 这不是不是你们山东啊 我特别同意您这个看法 就是它其实是个时代问题 就是其实有一个词叫进步 进步这个词特别虚伪 就是进步 可不是个必然的事情 你要想想我们这个人类社会 走过人类文明这五千年啊 你发现进步 其实是个特别偶然的一个事情 你比如说这个女性 这个被平等对待这个事 实际上即便在美国 如果放在五十年前 女性也并不 并不像今天这样 这么平等 我那天去看一个 四十年前美国的一个 类似于美国的那个 就是编辑部的故事 这么一个片 它那里面就有一个 很独特的女性 就是三十多岁 没有结婚 自己出差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的美国 它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标志 那你再去想到说 比如说他那时候出差 你就看 他是拎着一个行李箱的 我相信张老师 您刚去美国留学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拉杆箱呢 没有 我们今天就 这个出行都有拉杆箱 觉得这个 这是很正常 实际上这也就二三十年的事情 还有前两天 我去看那个刘湘成先生 那个有一本摄影画册嘛 你看 刘湘成好 德国普利策奖的 那个摄影册 很厉害 对 他那个画册里面 那个摄影册里面 一看我有一张照片 我就乐了 有一张照片 1978年 中国一个杂技团 是大熊猫拿着刀盒插表演吃糖 就知道说 我们今天眼看 就是把熊猫当宗教了 就是他在上面 这样的时候 下面滚一个圈 哎呀 好萌好萌 对吧 那时候你要 你要被拿鞭子打着去吃糖的 去表演吃糖 等于说实际上进步 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事情 你是说这家人 确实父亲母亲 有重男轻女的这个问题 对 但是实际上 我们得去想到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生活到2017年 但是有很多人 他的思想是1917年的 还有一部分人 他思想是2117年的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同时生活着好几百年的人 是 我倒是对这问题 按说我应该完全同意 这种女权主义的 这个角度 但是我倒觉得 我看到他这个后来的一些解释 我倒对这个稍微有点怀疑 就是说他是不是完全是重男轻女 引起的 因为首先前面 他已经有两个女儿 这两个女儿生出来了 没有打掉 对吧 后边这个又生出来了以后 这个好像变成了一个 他因为他少见嘛 一下一包生四个 而且又马上有经济利益可获得 你要说他完全是重男轻女吧 这两个女儿 其中至少有一个 说每次其实他这个 去表演 那女儿都在呢 那等于就是说 至少这个电视台的人 完全是知道的 就是他知道 他有一个女儿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从一个舞台角度 从一个做戏的角度 就得让这件 就是四包男胎 四个小男孩 是最有戏的 然后他当中 后来他解释 就好像这女孩和这个爸爸 都在解释 你看我们这个 其实还是很真爱这个女儿的 我忘了 有一些细节 你还感觉 他也不是完全编出来的 因为就是传统的中国社会 他在重男轻女的前提之下 就比如我刚才说的这些 家里边有 这个男的肯定地位高 但是你会在 实际上中国人这种 大家庭的日常生活 你又会发现 他从来那个生活 都是灰色地带的 他不是 他就完全不爱这个女儿 他也会很真爱这个女儿 他也会给这个女儿很多 尤其是父亲 就父女的关系 有的状态 我同意您这个看法 而且有的时候 他确实也有一个媒体 是这个社会心理 包括这个电视台的这个合谋 比如说像有些人说 你最早看见 就是说给这个女儿 弄这个厨房 一小间 那个是北京卫视的 一个搞装修的一个节目 好 人家都说了 说感觉这女儿 一推门光机进来了 说在门外戴好了话筒 双个不期而遇进来的 是吧 这等等 这个里边 也都有一个电视台做戏的 这个咱们先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自己做的事 物件 我自己做的事 我自己做的事 这个宣传过 nearby 没有 Ni 就是你知道 我也不完全同意格子说的 我能理解 但是我跟你说 他有时候有一种情况 你觉得他是几几年 我倒觉得他挺现代的 为什么这么说 你知道对于生活比较好的 一般的家庭来说 咱们讲的是天伦之乐 家人之间的感情 但是你看 我也跟凤凰男的父亲 老农民聊过天 你知道比如说在有些农村里 他培养出一个大学生 他给你讲的这个话 完全像个买卖 就是说你看我这个儿子投资 他讲的他用的都是农民 用的都是投资这个词 我投资在他身上 我有俩孩子 一儿子一女儿 我投资在他身上 最后他出去上了大学 怎么怎么着 他回不回来 给家里该给多少钱 就算这个账 我就发现 这四季胞胎就是个资源 你要用公司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家庭 就会发现另一件事 比如说 如果这个四季胞胎不是男孩 我相信差别也不大 如果是四季胞胎是女的 那可能也不叫重女 重男情女了 因为这四季胞胎 既在当初能得到免费的奶粉 免费的补助 这个免费的入学 而且四季胞胎是个少见的事 可以学取艺 可以上节目表演 可以为家里挣来很多资源 所以他在他更多程度上 咱就说 唱片公司最熟这事了 这四个组合 他超过他那姐姐 对吧 在价值上讲 那当然要主打这四个 这四个组合 两个队子 两个队子 我先自辩一下 为什么会去有一个判断重男情女 因为我刚才说 我是在一个重男情女的环境下长大的 我怎么去判断他们家重男情女呢 就在于他是女儿 最后结果是儿子 这个顺序 如果是先生个儿子 后来再生女儿 这我不会去随便这么说 有人猜 他们是为了追个女儿 追个儿子 我见过连生七个女儿的情况 你明白我意思吧 实际上最后就是要等个儿子的 所以这是我判断他重男情女 但是另一方面 我可以理解他 我可以理解他 就是基于我刚才说的 就是你不能要求这个时代 所有人的头脑都到了这个时代 你要知道说 进步真的不是必然的 我刚才说 你如果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你去伊朗你会看到海滩上 那些女的是穿比基尼的 那今天只剩下眼睛了 那你说这算进步还是退步 我们从这个一般意义上 当然标准在哪 看你说你要在原教制主义的角度看来 这才是进步了 但起码是退回去了 对吧 所以我就说我们今天 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进步 结果我们要捍卫他 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理解他 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捍卫 我们所坚持的价值 所以他讲的有意思 就是你看在中国 你发现没有 所有的问题都搅和在了一起 我就觉得生活在今时今日的中国呀 变明是非 变得极其复杂 因为事情都不简单了 你比如说如果这个事情只是一个重男轻女的论题 我们好讨论 对 但是问题他有跟商业利益 跟综艺节目 跟拿孩子挣钱 跟这么多的事情给搅和在了一起 你说还看得清吗 对 其实也不只是今天 我记得我以前就在咱们这还说过 我就说老说以前传统社会 就是你比如说都是妻妾如云 然后富人家里边都是 还不得娶几个小老婆 这就是重男轻女吧 凭什么那么多要共享一个男人 可是他同时其实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 是吧 他就是一个有钱的人 他能养得起这么多女的 那么这些人就甘心情愿的 因为资源 因为他是一棵摇权树 你们见了几个农村的穷的 就是那都是 那真的是好像就娶不起一个老婆都娶不起的 得兄弟俩share 就是娶一个老婆 这根上还是这个资源的 你如果经济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我觉得这重男轻女的还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 而且从这个角度讲 他就得到了一定时候 而且你看还结合上今天的网络深挖 这家伙多厉害 人肉搜索多厉害 你就格子刚才提到的问题 我觉得它又是一个值得谈的一个话题 其实就比方说 说这家生四养四这么多孩子够辛苦的 对吧 然后冒着生命危险生下来的死胞胎 那怎么也是家里的摇权树 这么有名上了这么多节目 好 然后再一番 你父亲跟罗尔事件一样 就是说你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呢 你没钱 你怎么在东莞那公司还有60万股呢 然后再说感觉道歉解释 解释就是说我帮人代持几十万 我自己只剩几十万等等 就这些让人生疑 可是你觉得他是可以理解的吗 假如说他并不缺钱 他的行为就是不可理解的了吗 我觉得人性是复杂的 就我们说你很难用特别线性的一个方式 去理解一个人 就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话题 你说这人他到这时候他后不后悔 他后悔 但你说那时候他干不干这事 他干 因为他也没有想到说有一天会曝光出来这个事情 人性有非常非常黑的那一面 是他自己可能都不能完全理解的 对啊 就像今天咱很多人说的 能占的便宜为什么不占呢 都没到黑 他就是有点灰 有点暗乎乎的那个东西 这个人一看也不是那种大恶 对 有点小奸小坏 有点占的小便宜 总的人还是不错的 甚至我就说包括他对他女儿 我相信也不会很坏 虽然他肯定是重男情女 而且我要补充一句 我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听到我们这年轻一代 有女权意识 不是 就是三观特别正 是 女权意识 而且也不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简单化的一个女权意识 有个女权那也没法 我这过两天 就因为我们山东 因为孔夫子老家嘛 五日三行五身 是不是有点太难权了 你这个现在说这个还太早 他还没孩子呢 等将来你也弄出个几包胎 是不是 三天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呦 就是格子提的那个 我觉得呢 我要说这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有些扭曲的人性之常 一定有人骂我 但是呢 的确这种微博的留言 我整天常见 就是说这个父亲 你说这个父亲也挺逗的 这家伙一给翻出来 他是说在24小时还是48小时之内 他要删掉6万多条微博 你知道过去这个右派 还不戏剧 不学历史 就是这个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很少发这些政治的东西 就是 他就是 好 结果呢 他在这急着删 听说他平均两秒删一个 别人急着截图 别人急着截 里边有骂党的骂国家的骂解放军的骂什么的骂什么 我的天 但是就是啊好 别人就逮着理了 你拿着国家的好处 拿着社会的爱心 还在这反党反胜主义 我觉得这玩意够惨的 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今天的网络呀 要不说咱们这个国家呀也是盛世之相 我觉得也有一定程度的宽容 虽然也经常删 有时候是他自己删 对吧 就是 其实他要是个无名士 他也不知道他会成名 如果是无名士 的确今天网上很多人就老是骂当政的 这种语言 就是简直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常态 当然这次是出了事了 一下暴露了 对这个事情该怎么看 有些人就是端起碗来吃肉 放下筷子骂娘啊 可是我又觉得我怎么经常见到这样的人 他就是这样的 你看其实今天是一个媒体社会 你说他是当真的吗 我甚至都不太相信他有多认真 我看不出来就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激烈的反政府 有的人你发现没有 他是平常聊天喝酒吃肉什么 他习惯性的骂共产党 但是甚至我都认为他没细想过 他就是一个说的口滑 你怎么解释人民日报 你怎么解释这个简单 我当然非常反对反感这种观点 我们得先撂平了对吧 其实我觉得今天是个媒体社会 就是媒体社会就在于说 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注意力 你一天中24个小时 有8个小时睡觉 其中16个小时的14个小时 你可能是在消费的是 媒体上给你的观点 媒体上的人 就是他可能跟邓文涛 比跟他家里的叔叔拜拜都熟 也就是说他可能 他可能天天看的是扎老师 看的是你的观点 但是大部分人一回家 一看生活中 就有很多那种见解非常愚蠢的 或者说那种观点非常粗暴的这种人 其实这是一个常态 只是说你因为在网上看习惯 在媒体中看习惯了那种特别好的 特别中庸的 特别公允的观点 你一看这种人受不了 所以你就看我们80后90后 现在在微博上 你看我就看现在这人 都是带着价值观评论 就你去挖一个事的时候 你是自在价值观的 对 所以你一看到这种人 你在下面最常见到一条评论会 请你原地爆炸好吗 还有点 请你原地爆炸好吗 我经常一看一个新闻 出了一个奇葩 就请你原地爆炸好吗 我想是如果人 如果这个社会的问题那么好解决 就原地爆炸就解决了 可能就你回家一看 这个周围 这个4080 蹦蹦蹦 全炸了 不好 我还还觉得是不是 就是说我因为不知道这个具体这个父亲 他周围的这个朋友圈 对 是些什么人 因为其实这个媒体爆炸时代 就是美国也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大家都活在一个回音箱里边 这回音箱就是你应该知道这个echo chamber 就是很多年前有一篇 就是美国就有一个人就研究这种现象 就是形成了你每个人都在你周围的朋友圈里面 对吧 这个朋友圈都是经过筛选的 就比如说五毛 所谓在中国 就是五毛们在一个圈子里面 爱国者 或者叫什么 在一个圈子 然后这些愤青呢 又在什么 官迷在一个 自动 最后大家就都活在一个同气相求啊 叫什么 同声相应 同声相应 你说的话就不自觉的 你转发的帖子也都是在强化这个圈子 共有的一种倾向 比如都骂都骂政府 或者是都歌颂政府 都爱国 都反美 这都是就是变成了一种倾向之后呢 你不自觉的这就是你的情感 就是你的观点 所以你慢慢你就发现你老在不断也在强化这个 你发的帖子 你表达的你的反应什么的都是这样 那久而久之好像也许大家都觉得 这个全世界大概都是像我这么看的 或者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不像看的都不正常 就这种回音箱的印象是不是也可能变成了 在今天一个数据挖掘的时代更这样 你比如说我现在看到那个媒介停留时间最长 时间最长的是今日头条 他的平行停留时间可能达到了70多分 为什么呢 你用的时间越久 你停留的时间会越长 因为他太知道你想要什么 你带一个这个老在那种女明星的照片底下停留 他老给你推荐这种 那你就有数据 这就是大数据 他都分析了你的倾向之后 专给你 是这样 你在快手上 你如果看一类视频 你会回头看到全是这类视频 所以有的时候 你夸国家 骂国家 要是不理性 都是一种民粹 对 是吧 是这样这两个极端都有 对 所以我现在觉得有这种感情和这个惯性 就是你看过去香港也有一个词 就是香港有些派别叫做逢中必反 当然不能把中跟香港并称 但是他就是说只要是你北京的 是